昨晚 三藩市第11區市參選候選人賴天神 和參加過2020年總統競選的亞裔候選人楊安澤 在英高西社區中心禮堂舉辦了一場選民見面活動 吸引了數十名市民出席參與 在活動上楊安澤和賴天神就各自政治理念和所推動的議題輪番發表講話 當談及為什麼會為賴天神站台的時候 楊安澤說他希望盡自己的能力幫助更多新一代的政治領袖 賴天神提到第11區作為華人佔比超過56%的選區 那麼多年來卻從來都沒有出現過一位華人市參選 同時他認為11區目前有三大問題需要解決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房租也很貴 第三是一些小企業 這裡很多小企業關門了 最後是疫情後 疫情中疫情後 所以我也想做一些政策來幫助我們的一些小企業 三藩市第11區包括 Excelsior Ocean View 和Ultamission等地區 現時市參選系安細輝 除了安細輝任期屆滿並且競選市長 這一個市參選席位競爭也非常激烈 除了賴天神之外 還有包括另一位華裔參選人陳小燕 Ocean Marenko和Jose Morales 在內的7位候選人一同競爭這個席位 天下衛視記者採訪報導 Ocean Marenko Ocean Marenko Ocean Marenko